大家好,我是吴海燕 我来自四川成都 我是8月2号进入这个三爷蒙社区的 自从加入这个社区以后 在各位领导、各位老师的指导下 四个多月时间 我获得了很好的收益 同时也让近400左右的吴福斯海的朋友 加入了我的团队下面 他们都在这个伟大的社区里 获得了佛多佛首的收益 更获得了未来的希望与自信 相信在这个社区里面 只要诚信 只要怀着一口感恩与感激的心 就一定能健康划展 会越来越好的 未来会更多的人 收益更多的人提供与得到帮助 同时我更相信马夫洛基先生 人生理想一定会实现 甚至会更多的超越 这一切既可能划生 也一定会划生 然后就是昨天那个后台新闻里面说 以前的奖金要冻结 当时下面团队里面的伙伴 确实都压力非常大的 他们都害怕这个钱拉不回来 可是我倒不这么想 我觉得那个系统 那个启动对我们都好啊 至少有很多的骗子 它就进来不了了 只是暂时的冻结以前的 现在重新开始 给大家一个 从重新开始的机会 对大家都好 但是我说到这里 我就非常紧张 然后也很激动 因为第一次那个 录那个视频嘛 还是蛮激动的啊 但是我只好安慰我下面的 那个团队的人 我就说半年之内 肯定废的 那个他们做那个超级3A盟的 都做得非常好呀 在那个国外都做了四年了 关键是就是说 因为我们中国人嘛 可能那个头脑比较聪明一点的 所以那个什么骗子啊 什么呀 挂甲的呢 都出来了 但是国外的人就 那个超级3A盟的人 他们那个都好像比中国人 我感觉要诚信的很多 不非说一个人几个号几个号 这样子的 嗯 在此我就是希望那个 马夫罗先生 那个后台那个规定呢 最多每个月也不能超过6万了 要限额的这样子 可能对大家都好一点吧 那我相信这个也是 我们那个 所有中国区的那个会员 所都希望的是这样的嘛 嗯 那个今天我 嗯 也说的也不怎么好嘛 那但是我 我的想法就是 系统重新启动以后 我们还是照样的 像以前一样的 该投多少就投多少 希望这个3A盟能够继续 划展下去 因为没有 什么比这个 简单 赚钱 作为那个 那个3A盟的话 中国区的3A盟的话 他是 不管你文化多少 那个操作也很简单 比那个做那个操机的 好像要简单很多 比那个操古的也 也简单很多 所以只有我们这些文化低一点的人 都能够做 我就锁到这里 好的 谢谢